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看到 康熙皇帝对宠臣高士奇有情有义 其实康熙还有另外一位宠臣 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 康熙小的时候 他的奶妈孙氏就是曹寅的母亲 而曹寅小时候就是跟康熙一起长大 因为这层关系 康熙特别信任曹寅 除了让他管理制造工厂还有官钞之外 曹寅还要负责一项 很多人都不想得的秘密任务 就是要当康熙的密探 监视江南地区的民情 并且随时的向他汇报 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或者是风吹草动 康熙虽然是非常贤能的君主 但不免也会有猜忌多疑的一面 也让曹寅深改 伴君如伴虎 而这些精彩的故事 后来透过孙子曹雪芹写下的《红楼梦》 道出了权力财富不过都是一场空 而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皇帝身边最亲密的人 每一步的人生路 真的都是临身旅渤 我是林依儒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纵贯古今 很悦东西 请居锁定 热选追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